那么再看2013年的综合体 因为有些知识点已经过时了 所以我把这块内容又给大家删了一些改了一些 所以我修改了这部分综合体 他说假公司为上市公司 内审部门在审核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表 对以下交易和事项的会计处理提出质疑 给了三个资料 看完头了 我始终在告诉你看尾 资料三 上述所涉及的公司 均为增值税一般纳巡 增值税税率17% 不考虑转移房产相关的增值税 这句话是我加的 除增值税以外 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不考虑提取盈余公积等事项 这是2022年 他说要求根据资料一至资料二 逐项判断假公司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这是第一问 一定要答资料一正确资料二不正确 并说明理由是第二个 如果会计处理不正确 编制更正假公司2022年的财务报表 编制更正时可以使用报表项目 这是他给的要求 我们就看资料一 2022年6月25日 假公司你看你审的是2022年 现在这些事也发生在2022年 你是不是正常用随意来科目就行 假公司与秉公司签订赌地经营租赁协议协议 假公司曾秉公司租入一块土地用于建设销售中心 你是从人家那租过来的能算无形资产吗 不能 该土地租赁期限为20年 自2022年7月1日 注意2022年是半年 年租金固定为多少 100万 以后年度不再调整 假公司于租赁期开始日 一次性支付20年的租金2000万 慢点 20年的租金2000万 您获得的土地使用权是从国家手里买的吗 不是 不能算无形资产 只能算长期贷摊费用 这2000万 您要做的正确的分路 我先说正确的分路 您要做的正确的分路是什么 借长期贷摊费用2000万 贷方是我们所说的银行存款2000万 这是最正确的 然后2022年7月1日 假公司向秉公司支付租金2000万 这个就不用再说这是2000万租金 另外大家注意 您从7月1日到年底不是半年吗 你肯定要摊销 这个摊销我们正确的分路是什么 正确的分路是借销售费用 为啥借销售费用 是因为是用于建设销售中心吗 那就2000万是20年的除以20是100吧 100从7月1日到年底半年再除以25时 那么贷方是我们所说的长期贷贷费用 多少50第一年谈半年的 那大家对比一下 第一个分路肯定错了 第二个分路肯定错了 那咋做呀 做分路很简单呀 我不是告诉你吗 这个分路错了 应该正确是这个 先把这笔分路给我写成反向 您总该会吧 如果把这笔分路写成反向的话 就应该是借银行存款2000万 贷无形资产2000万 您承认吗 承认 这是把错误的写成反向 这笔是正确的 借银行存款2000万 贷银行存款2000万 这不等于是借贷相底了吗 第一笔更正后的分路 应该是借长期贷贷费用2000 贷无形资产2000 我先写在这 第一笔正确的是借长期贷贷费用2000 贷无形资产2000 这是第一笔更正完的 你承认吧 再看第二笔 第二笔分路这不也错了吗 正确的是这个 先把第二笔也给我写成反向 您会吧 第二笔要写成反向 那不就等于是借累计摊销多少50 带销售费用多少50 这是错误的反向 正确的在这把这两笔给我搓在一起 那不就是等于是销售费用借50带50没有了 只有一个借累计摊销50带长期贷贷费用50 把这笔写成 借累计摊销多少 累计摊销50带长期贷贷费用50 都写完了吧 那有人说老师你写这两分路 跟这里边的哪个都对不上呀 能对走 只不过我们答案把这两笔又搓了一下 你看这笔 带无形资产2000万 借个带无形资产2000万 借累计摊销50 借累计摊销50 借方2000带方50呢 那不就变成借长期债贷费用是1950吗 跟这笔分路完全吻合 一分年都不差 但是我们那年考试给答案的时候呀 他把这1950也放在预付账款里边了 要拿报表项目叫预付款项 他这么写的 但我不建议大家用预付账款或预付款项 为啥呀 我预付账款一般是想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用预付账款 这用长期债贷费费用永远百分之百没争议 我建议你用长期债贷费费用 而上边这种情况怎么着 带无形资产2000借累计摊销50 你不是每年摊100吗 有人说不对了 是50 你这是半年摊50 以后每年摊100 他把他认为每年摊的100 站在20某二年的角度 20某三年该摊的100 他认为是计入预付账款和预付款项100 剩下的即长期待摊费用 没必要 上边这个分路我不建议大家写 只要你能把下边这个给我更正出来就可以 这是我们所说的资料一 那么再看资料二 20某一年12月二世 甲公司与10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分别签计商品房销售合同 合同约定甲公司将自行开发的10套房屋 以每套600万元的优惠价格销售给10名高级管理人员 每套600 10套是6000对吧 高管人员自取得房屋所有权必须在甲公司工作五年慢点 有服务期限的优惠那些差额寄哪 长期待摊费用 你没发现吗 差错更正天马行空哪一张他都可能考到 如果在工作未满五年情况下 需要根据服务期限补交款项 20某二年6月25日又是坑 注意半年 甲公司收到10名高级管理人员支付的款项是6000 10套600不是6000吗 20某二年6月30 甲公司以10名高管人员办理完毕上处房屋产权过户手续 这不等于半年吗 上处房屋成本为每套420市场价格为每套多数 800题目前边我就告诉你房屋的增值税假定不考虑 我能问一下正确的分路是什么吗 这道题正确的分路应该是这个样子 借方 借方应该是什么来着 首先明确您收到的钱一共是6000万 那就是借银行存款多少 6000万 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然后市场价格800 您一套600 一套便宜200 那么10套房子便宜2000 这2000因为有服务期限 应该计长期待谈费用多少 2000 借方应该计什么 主营业务收入多少来着 87 应该是这么做 看见收入了我们截转什么 我们截转成本 成本是借主营业务成本 他明确告诉你成本每套420 这没问题 10套是4200 带开发产品4200 这是最正确的分路 您能告诉我吗 最正确的分路说明第二个分路有错吗 没有 只有哪个错了 只有收入这笔分路错了 错了怎么办 改呀 咋改呀 先把这笔错误的给我写成反向 您总会吧 写成反向的第一笔分路就是借主营业务收入6000 贷方式银行存款6000 第二笔不是补正确的吗 正确的我已经给写在这咱对比一下 贷银行存款6000 借银行存款6000没了 这有一个借主营业务收入6000 这有个贷主营业务收入8000 这俩一笔 是不是有个贷主营业务收入2000呀 正好借长期贷担费用2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2000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分路 借长期贷担费用2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2000 当然这道题还是支持你用预付贷款 我尽量不要求大家用就用长期贷担费用 而且这写会计科目是主营业务收入 然后写报表项目是营业收入 因为这道题允许你用报表项目 写完了本来就更正完了 但是您忘了一件事 6月30日办理完毕到年底 你的长期贷担费用可是要怎么着的 贪销的 不是2000万吗 2000万除以5年 我当年6月30日到年底不是半年 我要贪半年 贪的是怎么贪 贪的是借应付职工薪酬200 贷长期贷担费用200 在你充减应付职工薪酬之前 是不是要补一笔啊 借管理费用200 贷应付职工薪酬200 没了 实际上我们后边还讲了一个 你也可以把这2000给他先充减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你贪的是再增加应付职工薪酬 每次增加一个数 但我不建议大家用后边这个 给我用前边这个分路 永远百分之百没争议 这就是我们这个差错更正的内容 讲完两套题了略微有点感觉吧 先把这拓步的给我写成反向 补个正确的一拓 就是你要的调整分路 2016年还有个综合体 甲公司为境内上市公司 那么其2015年度财务报告于2016年3月20日 经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处 2015年甲公司发生的部分交易和事项 以及相关的会计处理如下两个资料 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 说的非常清楚和其他资料 不考虑提取盈余攻击等利润分配因素的影响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逐项判断 甲公司会计处理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如果不正确编制更正的会计分路 无需通过 这是最标准的说法 无需通过以前年度随调整科目 我们先看第一个 为支持甲公司开拓新兴市场业务 2015年12月4日 甲公司预期控股股东P公司慢点 只要提到控股股东 你脑海里边马上想到第16章收入费用利润 里边有一句话 控股股东控股股东子公司 非控股股东非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有印象吗 我要说什么 债务豁免包括捐赠 不是记住营业外收入 而是作为资本性投入 记住哪来着 记住资本供给 签订债务重组协议 协议约定P公司豁免 看见了吗 果不其然让我说中了 豁免甲公司所欠的5000万元的贷款 慢点 控股股东货贬的正确的应该记住哪 正确的应该是借应付账款5000万 贷方应该是资本公积如果写的明细是古板溢价5000万 这是正确的 不已经做到 俩一错不就是我要的更正分路吗 带应付账款 借应付账款没了 那最后就说借应以外收入5000 带资本公积5000 借应以外收入5000 带资本公积5000 这不就没了吗 所以资料一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为什么 理由是为支持假公司开拓新兴市场业务 您不是看的可怜 您是资本性投入 假公司与母公司签订的债务冲组协议 实质上是属于控股股东的资本性投入 债务豁免应该记住所有者权益 也就是资本公积 更正分路不就有了吗 这是资料一 那么再看资料二 2015年12月31日 假公司与几银行签订应收账款保理协议 协议约定假公司将应收大华公司的账款9500万 那就是应收账款9500万 出售给几银行 价格为9000万 那这9500万的应收账款应该不应该消掉 那就看你有没有追索权 如果几银行无法在应收账款 信息过六个月之后收回款项 则有权向假公司追索 别跟我废话了 有权追索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您不能把应收账款销了 应该视为我们所说的质押借款应该记住短期借款 最正确的分路应该是这个样子 借银行存款9000万 贷方应该是短期借款 9000万 这是标准分路 可是他怎么做的 往下看 合同签订当日 假公司将应收大华公司账款的有关资料 已经书面通知大华公司 而且紧银行向假公司支付了9000万 转让时假公司已对该应收账款 记提了1000万的坏账准备 我管你提没提坏账准备了 您这分路不对 我正确的在这儿呢 就是两步 第一步先把错误的写成反向 那么错误的写成反向呢 就是借应收账款9500 借应业外收入500 贷方是什么 贷方是银行存款9000 贷坏账准备多少 1000 第二步写个正确的 这俩都写完了 不就差往起搓吗 搓的时候 贷银行存款9000 跟借银行存款9000 实际比较了 那就变成了借应收账款9500 营业外收入500 还有一个是什么 坏账准备 再贷方 短期借款 你看 应收账款 赢100收入 短期借款 坏账准备 没有任何神秘的 所以资料二的会计处理 不正确 理由是 挤银行在到期后 对假公司具有追索权 该向应收账款 不能终止确认 应该把它确认为 短期借款 没了 这就是我们这道题 2016年对于这块内容 还考过一个计算分析题 我们也看一下 甲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公司 2015年 更换年审会计师事务所 新任住的会计师 在对其2015年度财务报本 进行审计时 对以下事项的会计处理 存在质疑 一共是四个资料 都是这种题 差不了多少 读完头了 先给我读尾 资料4 其他相关资料 甲公司按照净利润的10% 提取法定盈于公计 不计题任意盈于公计 第二 不考虑所得税等相关税费因素的影响 不用确认当期所得税 不用确认地盐所得税 第三 甲公司2015年度报告于2016年3月20日对外报出 说明来得及调2015年的报表 先看要求 判断甲公司资料1至资料3的会计处理 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不正确的编制正确的分路 无需通过 这是最标配的说法 以前年度随调整科目不考虑盈于公计的 记题 我们看资料1 自2014年开始慢点 我现在是2015年 说明2014年应该是什么 上一年 甲公司每年年末 均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0% 记题相应资金进入应付职工薪酬 记题该资金的目的在于解决后续你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但有关记题金额并不对应于每一个在职职工 说明你形成了现实义务了吗 往下看 甲公司计划于2018年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以2014至2017年间记题的资金在二级市场上购买本公司股票 受与员工持股计划范围内的管理人员 说明你记题的时候用的是管理费 员工持股计划范围的员工与员记题在职员工的范围很可能不同 这件事八字还没一瓶的您就开始给我记题 不行没有形成现实义务 如果员工持股计划未能实施 员工无权取得该部分技术职工薪酬的取取金额 这句话更验证了你没有形成现实义务 能做账吗 不能 该计划想 甲公司2014年记题了3000万 慢点 2014年那不是上一年吗 2015年本年借管理费用3600 但应付职工薪酬3600 我说过没有形成现实义务 您就不应该记题 是不是首先本年记题的这个分路 我应该给你做成反向 没问题吧 另外上年记题的也应该做成反向 但上一年的还能用管理费用吗 不能 那就应该是借应付职工薪酬本年的一共是3600 这3600充减管理费用 而上一年的实际上是3000不能也给我充减管理费用 因为上一年的管理费用已经转到留存收益 所以充减什么不能充减管理费用 那只能记住留存收益 实际这不是充减 充减管理费用不是增加留存收益 这是增加 那就增加盈余攻击3000的10% 增加利润分贝横杠位分贝利润3000的90% 肯定不对 但别忘了只写分录 前面要有问你对不对 理由 资料一 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是这部分金额不是针对特定员工需要对象支付的费用 既不是当期为了获取员工服务实际发生的费用 准则不能预计提 那么涉及的员工持股计划 你授予员工的股份 在条件满足时 我才记住相应的期间 或者你实在实在不回答 你就说没有形成现实义务 我觉得他也应该给你分 这笔分路就算更整完了 那么除了这个资料之后外 我们看资料二 为调整产品结构去除种余产能 2015年甲公司推出一项股职工 提前离职的计划 这不叫辞退福利吗 辞退福利一次性寄哪来着 管理费 该计划范围内涉及的员工共有一千人 因为你是鼓励 我们只能按照估计数来计账 没问题吧 能计一千吗 不能 往下看 平均距离退休年限还有五年 甲公司董事会于10月20日通过决议 说明你形成了现实义务 可以记账了 那么该计划范围内的员工 如果申请提前离职 甲公司将每人一次性支付补偿款30万 每人30万 我只要知道人数一成不就行了吗 根据计划公布后与员工达成的协议 其中的800人会申请离职 那我就乘以800人 接着2015年12月31日 该计划仍在进行当中 甲公司进行了以下会计处理 真正的分路应该是什么 800乘以30是24000 应该是我们所说的借管理费用24000 带什么 带方式应付职工薪酬24000 这是正确的 你看看他怎么做的 两笔分落一点都不沾边 我经常还说一句话 跑南里边还说一句话 我他又弄沙里 跟你正确的分落一丁点都不沾边 那不沾边怎么着 这是正确的 我要补 把这两笔错误的反一笔反一笔 没了 所以说我们真正要反的是借预计负债 借长期贷摊费用24000 借预计负债 借长期贷摊费用24000 第二笔 把这笔也写成反向 借长期贷摊费用4800 借盈以外支出4800 把他错误不沾边的给他反了 正确的什么 借管理费用 借应付职工薪酬呀 把这笔补上 没了 那么所以资料二的会计处理 不正确 理由 该项计划原则上应属于会计准则的职工薪酬 里边的辞退福利 所以有关疑似性的辞退补偿金额 应该确认为应付职工薪酬 同时记住当期随意 不能谈销 这就是我所说的理由 那么对于资料三 2015年假公司销售快速增长 对当年度业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根据假公司当年制定并开始实施的利润分享计划 给我反映一下 利润分享计划应该是属于应付职工薪酬的范畴 没问题吧 销售部门员工 那是销售费 可以分享当年度净利润的3%作为奖励 2016年2月10日 那么根据确定的2015年年度利润 董职会按照利润分享计划 决议发放给销售部门员工奖励620万 先别考虑别的 这620万最标准的分路应该怎么做 最标准的分路是借销售费用 多少来着 620万 贷什么 贷应付职工薪酬 620万 他咋做的 他做的是借利润分配 贷应付职工薪酬 错了 错了 先把这笔分路给我写成反性 那就是借应付职工薪酬 620万 贷方利润分配横杠 未分配利润620万 不就把这两笔搓在一起吗 一个借应付职工薪酬 620万 一个贷应付职工薪酬 没了 还剩谁啊 还剩借销售费用 贷利润分配 借销售费用 贷利润分配 不要直写分路 资料3的处理不正确 理由利润分享计划下 员工应该分享的部分 应该记住应付职工薪酬 同时记住2015年的销售费用 这叫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不能给我走利润分配 你没发现吗 差错更正的题随便出 他随便都可以考 所以哪一块的内容 都可以放在这里边来考 但你有没有发现股份支付 职工薪酬 这都是考试的重灾区 那么2017年还考了一个综合级 我也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甲公司为境内上市公司 2016年度甲公司经驻托怪计师 审计前的净利润3万5 净利润 而且是未审数 是夺着来着 未审数是3万5 其2016年财务报本 于2017年4月25日 经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处 驻托怪计师在对2016年度 财务报本进行审计时 对下列有关交易事项的 会计处理提出质疑 一共4个资料 看完头了 我每次都在告诉你 先看尾 先看资料 其他有关资料 假定住的外计师对质疑事项 提出的调整建议 得到甲公司接受 第二 本题不考虑所得税 这两年一直都没考虑所得税 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读完了 我们看要求 对驻托会计师 质疑的交易和事项 分别判断 假公司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肯定不正确 说明理由 不正确的编制 更正的会计分录 无需通过 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或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科目 直接使用相关会计科目 这两年的一个套路 也无需编制提取盈余工期 节转利润分配的分路 这笔每年多了一个什么事 计算假公司2016年度 经审计后的净利润 他让你多算了这么一份 也就是你在3万5的基础上 该加的加 该减的减 你给我算出一个调整后的净利润 那么咱往下看 资料1 2016年6月20日 假公司以丁公司签订售后租回协议 售后租回 如果形成融资租赁的 还记得不记得 应该是售价跟账面价值的差额 一定要低延 形成经营租赁的 那要看赚了还是赔了 将其使用的移动办公楼 出售给丁公司 出售价格为12500 我先在这给你写上售价是12500 款项已经收到存入银行 根据协议的约定 假公司于2016年7月1日 我每次都在告诉你半年半年半年 千万别忘了除以二 其向丁公司租赁该办公楼租赁期限五年 每半年支付租赁费用250 那每半年要支付租赁费用250 正确的分路是借管理费用250 带银行松管250 这笔坟落一丁点都没问题 一点都没错 这是正确的 往下看 该办公楼的原价是8500 那么2016年7月1日的公允价11000 慢点 公允价11000 我先写上公允价11000 那么然后他不是原价8500吗 以提折旧是1700 您能告诉我吗 8500减去1700得到的是什么 账面价值是6800 这是账面价值 好嘞 他说该办公楼预计可省40年 人家40年您才租5年 这是经营租赁 没问题吧 该办公楼所在地段的市场价格 确定的租赁费用为每年多少 一百半 那么实际上 您等于是每半年给人家250 您还没有占着便宜 实际上也等于是没有补偿 2016年假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分路 贷固定资产8500 借累计折旧 1700 借固定资产清理6800 这笔分路好像没毛病 完全正确 他错误的就是后边两笔分路错了 那你能告诉我最正确的分路是什么吗 首先咱们分析一下 你售价是12500 公允价值是11000 账面价值是6800 我能问大家一下吗 你应该卖11000的东西 你卖了12500 是不是意味着你赚了 赚了是不是售价跟公允价值的差额我们要递延 怎么递延啊 首先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 这个情况之外 11000跟我们所说的6800的差额 中间4200应该计什么 当期损益 那么真正的分路应该是什么 真正的分路应该是这样的 借银行存款 12500 这是借银行存款 带什么 首先这为何借固定资产清理6800吗 反向转到带方 那就是带固定资产清理6800 这俩之间的差额不是包括这两个差额吗 其中第一个差额1500 一定要给我借地盐收益 第二个差额 这不是卖固定资产吗 那么走资产处置什么 损益4200 你看他怎么做的 他做的把这个1200和4500 两个数都走了资产处置损益 别的没毛病 只有这 如果你实在实在不会 把这笔分路给我写成反向 把第二笔分路给我写成反向 跟那正确的给我忘记错 你就会发现 只有这1500是错的 真正的做法应该是 带地盐收益1500 借资产处置随移1500 千万别忘了 往下补一笔 地盐收益是要进行摊销的 这是半年 租赁期五年 那就应该是1500除以五年 你可以写除以二 或者乘以二分之一 或者乘以十二分之六 都没关系 借地盐收益150 带管理费用150 没了 别忘了写理由 假公司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该向售后租回交易 形成经营租赁 售价大于公允价值 应该把售价跟公允价值的差额 记住地盐收益 而公允价值跟账面价值差额 即当其损益 我在第二十二章租赁那张 特意给大家画了一个表格 买一种情况我都讲到了 这个你要错了 你对不起我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资料一 那么再看资料二 假公司自2016年1月1日起 将一块上科使用40年的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慢点 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那应该是投资性房地产吧 转为资用并计划在该土地上建造厂房 慢点 你要转为资用建造厂房 建厂房子时下边的地叫无形资产 上边的房叫固定资产 是不是等于是投转费呀 说的准确一点是投资性房地产转为什么 无形资产 他说转换日该土地使用权的公允价值为两千 投转费 消掉的是账面 生成的是公允 我先说正确的啊 正确的分路应该是这个样子 借无形资产多少来着两千 那么代方呢 把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一千八给他消掉 代投资性房地产横杠成本横杠公允价值什么变动 咱们接着往下看 他说账面价值是一千八 然后截至2016年12月31日 甲公司为建造厂房实际发生的除土地使用权以外的支出一千八 这一千八去哪 这一千八应该是借资建工厂一千八 贷方是什么 贷方是银行存款是一千八 这是没问题的 不要去看他的分路 他是错了 你就知道错了就行了 把正确的写出来 该土地使用权于2016年1月1日取得当月增加的无形资产当月贪 206年就贪一年了 成本为950 可使用50年取得后期出租给什么其他单位 明明他告诉你好多数 他又告诉你 甲公司对该出租土地使用权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取计量 那不等于废话 说明你的成本是950 而你又公允价值模式计量账面价值又是一千八 是不是等于是什么 横杠成本是950 横杠公允价值变动是850 没问题吧 好 写完这个之后大家会发现 头转飞 头转飞 那你能告诉我头转飞怎么做吗 头转飞不就等于是被贬为庶民 不论借差代差我都不为难你了 报几出的算公允价值变动随意吗 多少二百 我有两笔正确的分路 那这时候咱们是不是可以忘记错了 先把这笔分路给我写成反向 那么这笔分路要写成反向的话 就是借投资性房地产横杠成本950 借横杠公允价值变动850 借银行存款是一千八 借公允价值变动随意200 代赛建工程多少 三千磅 这是第一笔分路 错误的反向 这两笔都是我所说的全 那咱就可以忘记错了 你看投资性房地产横杠成本 这俩一借一袋没了 横杠公允价值变动一借一袋没了 公允价值变动随意一借一袋没了 然后银行存款一千八 一借一袋没了 你给我看看 现在还有什么 现在还有的分路只剩三个数了 我给你写出来行吧 这有个借无形资产 借无形资产 两千 这有个借资建工程一千八 借资建工程一千八 这有一个负资建工程三千八 负资建工程三千八 你能给我再往下写一步吗 这不借一千八负三千八 就是负资建工程两千 借无形资产两千 负资建工程两千 没了 所以这个假公司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假公司将公允价值模式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资用的时候 仍然作为无形资产核算 我无形资产以转换日的供应价值计量 投资性房地产以转换日的账面价值计量 差额我们记住当机损益 以后发生的支出 记住借建工程 其实呢 这一千八没记错 你看借借建工程带阳增管 不用去考虑的 把正确的写出来 一写成反向一搓就行了 所以这道题 你只要把错误的写成反向 再写正确的一搓 就是这个分路就完了 那么所以到现在为止 资料二的内容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看资料三 资料三更无聊 他说2016年10月8日 经假公司董事会批准 将以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出租房产 预计属年限有50年变更为60年 慢点 年限变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什么法 未来使用法 以前的既往不咎 你从什么时开始变的 10月8号 那就是说1到9月 从1月到9月 我采用的是原来的50年 10、11、12后三个月 我采用的是后来的60年提折旧 并从2016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的预计属年限提折旧 应该从10月 该出租房产的原价为5万 年限平均法 预计静残值为0 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 以提折旧10年 这个数貌似好像没用 我们看一下 你算一下 1到9月不应该是按照原来的年限提折旧吗 原来是50年 如果你按原价算 一样 或者你是按着净值来算 那就是5万 然后怎么着 5万不是等于50年吗 那就是5万除以我们所说的50年 然后乘以9分之12 那咱可以算一下 实际用原值的5万除以50 然后乘以9分之12 算出来是750 因为是直线法 静残值为0 你也可以5万除以50年 每年谈以前 10年谈了1万 也可以用4万除以剩余的40年 乘以9分之12 都能算出是750 也就是1到9月是提折旧是750 您别忘了 您的后三个月 就应该是按照什么时候提折旧 应该按照60年 如果按照我们这条题的做法 不就应该提了10年 还剩50年吗 还剩50年前面又提了9个月 那就还剩多少 还剩49年03个月 所以用49年乘以12加3个月 那就是4万 那就是4万减去750之后除以12 乘以49加3个月 这是一个月的折旧 三个月折旧是199.24 那么后三个月199.24 那我一年提的折旧 是不是949.24呀 可是你看一下 他提了多少 他提了800 提的少了 少多少 就做差就行了吗 就是949.24减800 你少提了 我给你补一个 借其他业务成本 代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149.24 那么都写完了 第一问就算完事 差错更正 那第二问 是不是要计算我们所说的什么 调整后的净利润 调整前的净利润是3万5 首先3万5在这笔账务处理里边 这儿充减资产处置损移1500 充减是不是应该减掉1500 然后这儿充减管理费用150 是不是应该加上150 然后这是第一个资料 我先把这给你写上 减掉1500 加上150 这没问题吧 然后我们再看资料2 资料2这笔分路 根本没有影响随意 不用理的 资料3 这借其他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的借房 表示成本增加利润少了 减去149.24 就得到审计调整后的净利润33 500.76 没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到现在为止 第二张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 及查错更正 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尤其是查错更正 我给大家举了好多好多题 我希望我给你举的题 不会白举 把错误的写成反项 补一个正确的一错 就是他要的更正分路 我简单的进行一下 小姐 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的概念不说了 那么对于这俩的划分原则还记得不记得 如果会计的确认是否积账 如果有变化 或者说猎包项目有变化 这些都应该叫会计政策变更 我们最典型的会计政策变更 我让大家记住三句话 哪三句话来着 法定的一般是会计政策变更 投资性房地产从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 是会计政策变更 还有一个存货发出计价是会计政策变更 而会计估计变更 我也让你记住了几句话 年限的变化 百分比的变化 特殊金额的计算 包括跟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沾边的是会计估计变更 对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处理原则来说 我们优先采用追溯什么 调整法 资产负债表涉及的科目正常写 利润表的科目要换成利润分配 横杠未分配利润 实在追溯调整不了的 也就是累积影响说不能确定的 我们用未来适用法 而会计估计变更 解定用的是未来使用法 对于第四个前期差错的概念 反正就是错了 不重要的视为当期发生正常条 重要的我们要用追溯重述法 资产负债表的项目正常写 利润表的项目要换成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只不过这两年考题 他都不让你用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你正常给我写就可以了 而且前期差错的处理原则 这个内容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 这一章我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 学习是智慧之源 而勤犯和努力则是源头的活水 三者合一 才可能拥有高效的学习 努力加油 它并不是最难的一章 我相信大家很容易就把这一章克服了 到现在为止 也就意味着我们第二章 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积极变更和查错更正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谢谢大家